公民黨是回應這個新冠肺炎最新的情況 截至昨天的下午總共有1570個個案 而其中單日有48個個案 24個是源頭未明的 最令我們擔心就是這個武漢肺炎已經擴展到去到醫院的爆發 在伊麗莎白醫院總共有3個病人在內科病房染病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警號 因為在每一天所有的公立醫院裡面 我們每天平均大概有6,000人會在急症室就診 而其中大概有3-4,000人入院 在這些入院的人士當中大概八成是長者 如果這個病在醫院爆發 即是說每天入院的大概平均3,000至4,000人的長者的病人 它是蒙受極大的風險 所以在這裡我有幾點的建議要求是立即落實的 由今天開始我們要求所有在醫管局入院的病人 包括幾類的人士 65歲以上的人士 長期病患者 接受癌症治療的人士 以及人婦 必須要做新冠病毒或者武漢肺炎的測試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由於現在在醫院裡面的風險是極大的 我希望醫管局盡快暫停一些非緊急的服務 暫停非緊急的服務有兩個原因 第一 是可以減低 例如伊麗莎白醫院或者其他醫院 在傳染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 第二 由於現在那個疫情的爆發 可能在幾天之內有幾何級數的爆發 即是說醫院是極需要足夠的預備的病床 以及人手去應付可能突如其來增加的武漢肺炎的病人 所以在這個時候 要減低風險 餘留人手是必須要暫停所有這些非緊急的服務 第三就是 由於醫院已經是一個極之高風險的地區 我要求政府立刻增加在公營門診 還有是假期 還有是夜診的診診服務 因為越減低這些病人 進去公立醫院或者急症室 其實是直接可以減少它經過醫院 是傳染這個新冠肺炎的 這三點是重要的 然後我想說回那個測試 其實現在在香港裏面可以做到的測試量 是不少的 根據政府最新的數字估計 大概在這幾天內 醫管局和衛生署可以做到7000個 月尾兩間大學和兒童醫院做多2400個 在公營體系裏面已經有9400個 再加上其實現在私營機構 每天可以做到3000個 只不過由於費用的問題 只可以做到200到300個 即是如果加上公營和私營 根據現在大概每一天可以做到 最高是13000個 當這個疫症在社區爆發 當這個疫症已經去到 是很難去分辨一些所謂的隱形病人 政府必須要 是將這個主導權交回市民 特別是一些重災區 舉個例子 黃大仙、慈雲山或者沙田 容許病人 根據他自己的風險評估去接受這些測試 老實實 政府已經用了接近2900億 這些測試的錢 其實相對於整體我們經濟的損失 是微不足度的 但如果政府仍然是這樣 未睡醒 我是覺得很大的失望 還有最後一點我想說 那個測試 我是極之擔心 將這個測試 在現在的情況下 我們講過了 是沒有經過一個審核 沒有經過一個招標的程序 交給一些國內的公司的 其實香港是有能力 是去做到一些測試的數字 也都有能力 為這些香港的市民 和高危組別去做測試的 只不過政府一路不肯去做 政府一路不肯給錢 政府一路拖 然後將這個整個工作 是不負責任地 沒有經過正常的程序 是給了一些非本地的醫療機構 這個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我們每一個 無論公私營的體系裡面 在香港 我們拿是最高標準的測試的工具的 不是 只是瑞士 其實在其他地方 我知道在歐洲和美國 他們找最靚的廠去做 我不認為 我們值得 因為要省那些錢 將我們的檢測水平降低 然後將市民 每一個香港人 他的健康和性命 放在這麼低的層次 如果政府因為抗疫不力 令到我們損失2900億 原來現在為了區區幾百元一個的錢 然後將我們所有香港人 置於危險之下 這個是講不過去 我們極之憤怒 我們要用來使用所有的 所有能力 的資金 在香港 現在 可能在這個月 我們會可以 做到 約13000 的診施 每天 所以他們應該要 使用 的權力 去那些 包括 其他人 在高危險的地方 例如 黃大師 智雲山 沙典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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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放在政府的庫房那裏 是幫不了所有的病人 我覺得是應該拿出來 只不過政府一直都是充以不民 現在去到這樣的田地 香港已經滿地都是一些社區爆發 政府還攬著那些錢 不讓病人去接受服務 於利不合 是的 溫先生 我想問一下 議員你又說批評內地建設送中 為什麼我們香港市民都用了一些美國公司 例如Facebook、Google卡 為什麼我們用內地公司又怕送中 為什麼你不怕香港的資料都是送媒呢 第二樣東西我想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說內地檢測 但是有問題 為什麼譬如說是那些 本地醫療保安能不能做到一個費用 是相對於市民是可以承受的呢 我只知道的事實就是 在未這個武漢肺炎之前 每天是一千上萬的內地人 來香港就醫 檢測 打疫苗 甚至做測試的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你問一下 每天以往數以萬計 去到現在幾十萬的內地人 為什麼來香港 為什麼來香港賣奶粉 為什麼來香港賣洗頭水 很簡單 因為中國大陸 在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辦法指令香港人 對它的制度 或者它的標準有信心 這個不是我說的 你在新冠肺炎或者武漢肺炎爆發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 幾個國家 包括馬來西亞 包括西班牙 是將這些測試 是退回中國大陸的 這個正正就是顯示 其實市民是很擔心 這些水平 因為其實政府通常做事 是經過一個正常的程序 就是說 譬如舉個例 如果要將一個測試去做的 是公開燒標 是要它經過一個核實的水平 價錢合理去做 如果政府已經逃過了這個正常的程序 沒有招標 那為什麼我們容許 或者縱容政府這麼做呢 這個講不通的 多謝你 應該知道我們所送美 但是知道要送粥 那你們為什麼不容許 你們相當的 感谢观看